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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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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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却不放弃 有一个干颗树上小落影 他干颗路过干岸 瞧瞧瞧地 露光霜 静入气 上海冰冰倒带 你不不料理 也是他命不该足 入不起 要的点把他缠回来家里 亲爱的命连呀 是他指定的 满天是雪 北彩下洋 满天西雪 北彩下洋 一路纯绷 到回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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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说你 心去处啊 好几啊不够 又穿家 我内外市场都很大 正在等我当开花 不是我离天成花大花 这一章可以说大文大文大 奇妆在等这可有千说 难言的车 一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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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我们的两位选手 今天晚上的第二场半决赛 哈 两位男选手率先打头阵 一左门又见面了哈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 复赛的时候 你也是抽的一号 对 复赛的时候我也是一号 你是先锋关哈 打头阵 紧张吗 不紧张 我觉得就是把戏唱好 给我后面的兄弟姐妹开个好头 好心态 带来好状态 还带来了好台园 大家都越来越喜欢这一座毛了哈 越喜欢就想有越多的了解 所以第一个问题 刚开始学唱戏 学的就是淡卷吗 不是淡卷 是咱们唐派的名戏三枯殿 哦 最早学的是唐派 问题来了哈 就这么多的李元春的明星列组中 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 比如说偶像级的人物 有啊韩蓬菲 哎呀太会聊天了是吧 就看见韩蓬菲在台上怎么的你呢 哈哈 来吧韩蓬菲 李元春舞台上 两个非常有特色的男带列组哈 我觉得她的嗓子特别的亮 我记得是出赛的时候唱的F调 一般男带选手都会唱 像个一调 她唱的是F调 只能高一调 对 行了 那么接下来你们俩合作一曲吧 韩蓬菲长得比我帅气多了 所以她应该是 演西公娘娘 我演唐王 大家说好不好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 我演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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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会拼起两方 生无异 呦 呦 呦啊 呦 呦 呦啊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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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上前去 好花 我将将一生 为你叮叮 我为你商量 商量 谢谢 谢谢冯飞啊 谢谢 认识一下 这个一手毛的好兄弟 世传良 这是我们来自 山东的戏区网红 你网络上有几十万粉丝来着 太四十万了 四十万粉丝 大概都是多少岁到多少岁的 大约是二十来岁 上线呢 上线七十 今天到了半决赛 他的那些下到二十来岁 上到六七十岁的粉丝 据说呢 有这个来自南京的 有来自北京的 有来自洛阳的 郊作的 郑州的 今天专程来到现场 来 十传良的粉丝 打一个招呼 在哪里 那我们看看啊 真的是二十岁到六十岁都有啊 感谢所有的家里面 来那个 一路既往地支持我 谢谢大家 谢谢 今天再给你唱两句吧 毕竟粉丝们都那么喜欢 好的 你唱一首岁的 帅子清了 飘飘荡荡树 帅子清了 书卖了 红外 谢谢 我们让你的好兄弟对手评价一下 唱得非常好 我也是他的粉丝呀 哎呀 郭千鞋 你看看我们舞台上这些年轻人啊 生蛋不倒 是 真厉害 而且大家还很有胸怀 虽然是比赛 但是也有很深的情意在里面 更把它看成了一个相互学习 交朋友的一个好舞台 以戏会有的好舞台 也希望在你们的带动下 有更多的年轻人 爱听戏 爱唱戏 来 为我们的年轻人 谷歌掌吧 真爷们啊 一套现实说话 心想肺炎有特点 但是从厂墙放年间啊 不是简易呀 一定要学倒位 我觉得你今天的桑子给我一个感觉比较扛 就是里边没有胆天气 这个妈拍的唱腔 尤其是一调最适合耳边桑子的发音 它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在唱腔方面讲 要继续深造 挖掘 烟酒 才能帮助你真正事前猛腔 小时 小时一如既往的那么帅 而且还很淡定啊 你唱的唱腔也还是蛮好的 就是在人物上还有外形上 稍微加强一点 比如说你要想把手伸出去 就斩斩地伸出去 不要在这个位置上 这样伸出去你就会更完美 因为你的声音很好 所以我想如果你要进入下一轮的话 一定要把自己发挥得更好 祝贺你们 请现场的500位大众兴趣做好准备 我们为第一组的两位选手来投票 首先我们为一座毛 党向雷来投票 请打分 现场观众为党向雷打了317分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现场观众 来入我们的二号选手石川梁 请打分 石川梁得到了381分 我们来叠加场外的支持率 党向雷 加上16分 石川梁加上34分 看一下二轮落后两位选手的得分情况 党向雷333分 石川梁415分 接下来我们请三位评审 二选一 请投票进一步换定位 为石川梁加上50分 无穷定位 党向雷 为党向雷加上50分 艾难评审 艾难评委 石川梁再加上50分 最终得分 党向雷383分 石川梁515分 我们恭喜石川梁 进入下一轮 我们掌声有请第二组的对阵选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次潇洒 星星一起呀呀 火 星呀 火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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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說 話話說 好可說 好可說 別再唱 丁千万 那是真心的小姐 我撑得上紫毛的 去年才 眺乏 上紫毛 苗米 苗米 还还多 两千千把花来描破 护着不如眼光外托 花约欣和淡然大手把声说 人家多 酒都多 来个娃娃 四乘名多 生下的日子是书以过 鞍鞛鞍鞍鞍鞭 鞍鞍鞭鞍鞭鞋 Zither Harp 对我让爱情要珍惜 今晚安夫妻 守不早死期 一点也不快收紧 千千万回来要不 一十八千 守不若我十八千 黑人为宝 让他闻 好多黑人 让你去年 好多人 让你去年 把他闻 百年 好多人 陪陪马待笑 送进 好多人 谢谢我们第二组的两位选手 首先是我身边的这一位 白战宏 通过了初赛 复赛以后 据说是吸粉无数 你赶紧跟大家汇报一下 现在是什么状况 全是贬款很大 不单是烟除多辣 并且还有仔细的分识 那他们会怎么向你去表达 喜爱你的方式呢 我的分识 有了尾窝 现实 整话 整字 这就是我从没有想到的 写的诗 做的字 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 我们能拜读一下吗 能呀 我今天又带来了两首 顺便带来了 我们看看在哪呢 这是 白是白里挑一 战位始终不低 红遍中原大地 高超才艺给力 这是一首藏头诗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藏的头是白战宏高 好 第二首 赞红献腻上类台 评委慧眼石英才 国粹戏剧奇争宴 喜看黎原百花开 好 谢谢 你们的白战红的是特别红 我们这边徐红开 看玩笑 我们红的都开了花了 从来给我们大家说说 你在复赛过后 这个有什么变化 复赛以后啊 全家人都可高兴 唯独就有一个人 心里有点不劳得劲 谁啊 婆婆娘 你婆婆 婆婆 那为什么不高兴呢 你看 初赛 复赛 都是老公拉线 老公主针 婆婆娘一回舞台也没上过 老公跟老公公都上台了 占了你的光 但是他就是没上台 那他上台 他也得给大家来点什么 他会唱戏吗 会啊 会唱玉剧 会唱玉剧 不但会唱玉剧 你知道唱啥呢 唱啥 老包 老包 来 掌声有请 老包 婆婆 阿姨 今天终于占了儿媳妇的光 站到黎原春的舞台上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心里可带着来 那今天能不能跟儿媳妇一块儿 合作给我们大家来一道 好 和尝一段讲话不不 好 来 我请两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听听三位听伟老师的意见 先说一下许红胎 今天我觉得是我第一次听过瘾了 就是你在那个节奏的把握上 包括情绪的控制上 都有一个提高 很祝贺你 然后再说一下那个白战红白先生 白先生自拉自唱 非常的娴熟自如 不管是演奏和演唱 可以说是浑然一体 但是有一个最明显的缺陷 还是尖团字吐字发音问题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缺陷美 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古希腊有一尊特别著名的雕塑 叫断臂维纳斯 维纳斯失去了双臂 并不能掩盖它的美丽 但是作为戏曲演唱来讲 如果吐字不好的话 绝对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所以我希望您今后能尽量地去克服 很中肯的建议 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的现场 五百位大众评审 行使你们权利的时候了 如果喜爱哪位选手 就为他打分 加油来支持 首先我们来为这一组的一号选手 白正红来打分 请五百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 请打分 白正红获得了381分 下面邀请我们的五百位大众评审 为我们的二号选手徐红开 请打分 徐红开得到了379分 两位选手的差距非常非常小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这两位选手场外的支持率情况 白正红 绝对性的优势49分 徐红开一分 那么二轮过后 两位选手的差距 稍微地拉开了一些 整整50分 刚好也就是我们评委 一票的分数 来 有请三位老师 白正红加50分 白正红目前依然领先 无穷评委 徐红开加上50分 480分 比430分 爱南评委这一票至关重要 您现在收看的是福尊药业冠名播出的年春 福尊年九月故事 爽口赏心更爽味 要旅游就到丹江大观宴 喝狼牌特区畅响原春 狼牌特区来自四川 龙乡正宗 感谢河南酒机箱小卫品公司 对本篮的大礼支持 喝狼牌特区畅响原春 狼牌特区来自四川 龙乡正宗 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感谢喜酒教堂1988 对本节目的大礼支持 本篮没有早晚两毛进肃汤 轻松治疗禁止病 刻约播出 四百八十分比四百三十分 爱南评委这一票至关重要 给大家个悬念吧 徐宏开加上五十分 四百八十分比四百八十分 我们得稍微地暂停一下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目前场上的选手是打成了评分 我们的评委也在跟节目组 进行商量和斟酌 刚才导演告诉我 从公平的角度出发 我们决定给两位选手 每人一分钟清唱的演唱时间 最终决定权交给现场的 五百位大众评审 看你们的了 当然也要需要我们两位选手加油啊 幸福是什么 什么叫幸福 糊涂又明白 明白又糊涂 有的人幸福就是 该三点五 有的人有气这边数 还是不满足 有的人幸福就是 能天暴度 有的人有的人 是山珍海维 还是不舒服 是山珍海维 是山珍海维 还有人 是山珍海维 是山珍海维 快呀快清晰 嫩嫩旁 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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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表配选手的加赛环节都已经敬演完毕 那么接下来依然选择权交在我们现场500位大众评审的手中 请大家慎重的选择 来 请大家做好准备 首先我们来为1号选手白战宏打奔 白战宏获得347分 接下来各位请为我们的徐洪开来打分 有请 同开 你觉得你的分数比白战宏获得高了还是低了 你猜一下 高 恭喜你 徐洪开最终的分354分 让我们祝贺徐洪开 也谢谢白战宏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你也非常非常的优秀 继续坚持自拉自唱 把你的风格一路坚持到底好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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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谢谢 去餐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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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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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感谢我们这一组的两位选手 这一组的两位女将啊 真的是美丽大方 同时又帅气十足 你看我身旁的这位芳芳 在之前李渊春的比赛当中 一直都是以非常甜美漂亮的形象示人 今天是采办上了 穆龟英 对 特别帅气刚才在舞台上 谢谢老师 刚才给你半戏演员也很棒 尤其最后那个舞声啊 翻跟动翻的一动不动啊 那是我表弟 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 来 哇塞 这阵仗一上来 你看看啊 感觉气势逼人 方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大舅 大舅 对 这位是我二舅 塔大舅塔二舅 都是塔舅 这位是我姨父 姨父 这是我妹夫 妹夫 对 这后边 这个是我姑 这个是我妹妹 这个是我姨 这个是我表妹 这位是我老公 老公扛着帅字旗 这是表弟 对 还有一位 哪儿呢 是我亲弟弟 亲弟弟 今天给我雷骨诸葳来了 来来来 把弟弟请上来 掌声欢迎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我姐的亲弟弟 我叫蒋碧鸿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一定是你的亲姐 这位是你的亲姐夫 对不对 我弟弟现在是在我们河南省歌舞剧院里边 是一名打击乐的乐师 打击乐师 演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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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其实就是从我外祖父那一代 到我们这代已经是五代了 都是唱大饼调 没有间断过 今天呢就是我来比赛 就是想让我的家人也跟着一起上舞台 让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感受一下 戏曲给我们带来的幸福 给我们这个大家庭里边带来的团结 我们就很好奇 芳芳怎么可以在舞台上 一轮比一轮惊艳 一轮比一轮唱得精彩 原来呢 她是从小就在这样一个戏曲家庭当中 受到戏曲的滋养 所以在这个舞台上会有如此精湛的表现 非常感谢 我们帮她送给这个喜喜家庭好吗 认识一下我们的周小红 彩玲姐姐 我们彩玲姐姐 还有另外一个雅号 叫名牌妈妈 怎么讲呢 就是她培养的孩子 全都考上了全国的名牌大学 有这事吗 你看那个牛啊 考上西北工业大学 国家的一流名牌大学 我的儿子呀 考上南十大了 也是国家名牌大学 一直跟着我的外甥 也是考上了总难大学 都是国家985211大学 985211全是一类大学 哎呀 这会儿大家心情都是一样的 想见见这几位高材生 来吧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专门的学校请假啊 来给妈妈助阵呢 小伙子你知道吗 你妈妈叫名牌妈妈 我也有一个雅号 你知道吗 我叫焦虑妈妈 我觉得可能好多妈妈 都是有人呀 都有这种情况啊 就说 不写作业 母词子孝 欲写作业 鸡飞狗跳 您孩妈妈 你有个经历吗 呀 你说的我都经历过 干嘛 孩子呀 以前上初中二年的时间 不好好学习 可以说是整天是 累留门面 他又不学 他能差到什么程度呢 全满倒数第一 老师会跟你讲电话 请家长吗 会吗 不能听见电话销 下来他两个头头头 不敢接电话 不敢请学校 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戏剧球 可想早一天 等到林远存的舞台上 但是因为这三个孩子 我一直就是在家里边 教育他们 培养他们 所以把我的梦乡 一直放在学里 所以我觉得 不在三个孩子 我付出那么多 而且儿子还不好好学 当时我都哭呀 我整天在哭 我觉得赶紧 我一下子把他放下 我不婚 我丢溜看看行不行 所以那时间 我都去大碍剧团了 孩子在这个期间 我就去好了 能啊 儿子啊 怎么称呼你这小伙子 周子清 小周哈 那你给我们说说 你的这个心理历程 怎么就转变了 妈妈不管了 怎么就转变了 当时是处在青春的叛逆期 对吧 我妈当时让我干嘛 我肯定就想着不干嘛 九二九十对着干 我妈还都不管我了 那段时间 我感觉自己非常自由 但是 我有一次回到家之后 我发现我妈 从卫生间里出来 浑身都湿透了 我以为她是去洗完澡出来的 其实后来我慢慢的 每天发现我妈是在里面练戏 每次都唱得浑身大汗淋淋 感觉我妈这个年纪了 她还能对自己的梦想追逐到这个地步 那我这么年轻 我这时候放弃自己的道路和什么 所以就 你从到了第一 然后碰到多少 第一 用了多长时间 大半年吧 然后保持了多久 保持到毕业 哇 所以你看今天 妈妈 儿子 这番谈话 我就觉得有很多的启发 人家就说了嘛 三流的妈妈当保姆 二流的妈妈当教练 一流的妈妈做榜样 所以让我们妈妈没起努力啊 争创一流好妈妈 我再问问女儿哈 你们在大学里都看妈妈打泪的吗 看呢 从小然后就看李渊春嘛 当然跟爸爸妈妈一起看李渊春 然后没想到二十年之后 我妈妈站在了李渊春这个舞台上 然后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 特别特别的激动 问问那个小周哈 你们周围的同学对你妈妈打了一件事 知道吧 有什么反应啊 我同学都问我要我妈联系方式 他们想拜我妈为师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太好了 平常你们听妈妈在家里练系啊 你们有没有最喜欢听的妈妈唱的唱段 你妈唱的就是草阳哥非常喜欢 摔宝银环那一段 对 那戏词都唱得多好呀 要做一位 对 有志青年 诶 行 这样哈 今天呢三位大学生专门赶来给妈妈助阵 我们就请小红和我们的艺术家梦翔李 共同为大家演唱一段《潮阳沟》 我们希望三位高材生也希望所有的年轻人啊 都能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好新年 年轻人加油 一话 走啦 走 走 帆过了一家山 转过一道啊 轮人这块重点是薄草莲啊 这块重点是菩萨 那块重点是我挂 我知道这块是玉米 对 不用说那块是玉米吧 它不是毕业吗 是莲花啊 我认识见话是经验 他不是经验是职人 希望你到咱家 说到啥在说啥 别光说那位康话 解放给你听见了 不消除了小鸟鸭 小鸟鸭 来吧 我们听听三位提审 对于我们两位先生的点评 刚才看到两个选手 我特别的高兴 第一个选手 打张靠 七大鼓八大意都弄过来了 所以说你的整容 也是在严育抗力当中 这一次你这比赛是高度重视 如果我们专业的演员不努力 我真是一句话来说 优积队也要打败正规军 我有规矩的 真是对吧 小鸟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啊 当然说今天的比赛吧 一个吐字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就是唱这样的唱腔吧 没有把脑恨跌跌 心不正的这种悲哀 或者是悲怨 这种情绪啊 没有代入到给观众 就你自己好像很投入 但是我好像通过你的声音表达 没有听到太多的 这种情绪的感染 这个以后还要在演唱当中 要加强磨练 其他我都觉得很好 我们看看500位大众评审 怎么样选择 首先邀请大家 为我们的一号选手 蒋芳芳 来 请打分 蒋芳芳得到了348分 接下来我们为彩玲姐姐 云牌妈妈周小红来投票 请打分 新场观众为周小红 打了372分 接下来让我们叠加场外的支持率 蒋芳芳得到了8分 周小红42分 为两位选手叠加一下 目前的得分情况 蒋芳芳356分 周小红414分 暂时领先 我们请三位专家评论投票 二选一 进步换评委 蒋芳芳加上50分 无穷评委 蒋芳芳再加50分 目前 太难评委 蒋芳芳芳芳 最后得分 蒋芳芳506分 周小红414分 祝贺蒋芳芳 晋级下一轮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也请满的最后一组 对阵选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我多企固 他令我的经验行车 谁爱太重 我家作用的路线石 送了你的小朋友救护 把我来送啊 8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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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ativas 怎么这么复 操作用啊 8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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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003 Christ AA 当公司现在的路纂 六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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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identify 001 001 001 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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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两角度 心爱 一生一生 一生一生 我心里要心中 一生一生 一生一生 啊 啊 心吼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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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仰孤岛 日常常人独立 心仙孤岛 日常人独立 心仙孤岛 上岛苗苗要来回 从今头 娘母的家 儿 儿母的娘亲 儿母的娘亲 儿母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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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这一路的打类之路 可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初赛的时候 其实是止步舞台了 后来又通过复活 然后参与到了复赛当中 没想到 又挺进了我们的半决赛 怎么样 今天有没有信心 有 加我一跳 资金调小包公太熟了 从初赛 复赛 半决赛 一路都是演唱着小包公 而且今天最大的亮点是 终于采办上了 为什么今天采办了呢 因为今天是半决赛 我活出去了 我把砍甲的分领 我都得拿出来 谢谢李飞红 谢谢 好 我们来跟旁边的 刘俊霞来交流一下 俊霞是我们李渊川当中的 三好选手 嗓子好 唱得好 长得好 上一轮过后又加了一个好 唢呐吹得好 所以叫四好选手 谢谢 而且俊霞选戏也很考究 你看上一场选的是 这个李猫换太子 一人分是两角 刚才唱的那出戏是一个悲情戏 唱母亲的戏 而且我看你唱完之后 感觉很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 为什么要选这出戏呢 想把这一段戏送给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呢 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把我们姐姐三个养活大不容易 所以今天我要进入半决赛了 不知道能不能冲到总决赛 今天呢 我把这段戏特别送给我的妈妈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 谢谢 我们来听一下 诚伟老师的点评 翠鸿这个嗓子是挺好的 虽然个儿不高 很自信啊 这一点特别可贵 今天你是采办了 采办我们戏剧行里 还是有一些讲到的 对吧 首先这个妆 下巴这一块都还没有到 手上还戴了戒指 还有里面的水衣也没有穿 我们还是要穿白色的水衣 这个要注意啊 因为你站在这个舞台上 你有引导作用 还有更多的戏迷 要走向这个舞台 它这个是有一定规范的 咱们不能破啊 以后要注意好不好 安南评委 刘韵霞就不太多说了 您挺端庄大气 而且今天表现的 可以说是无懈可惜 挺完美的 我再说一下这个小包工 拜登庸老师主演这个小包工 可以说是四平调 这个剧种的一个经典剧目 拜登庸老师是另辟蹊径 塑造了一个 十三四岁的一个小包工 这个年龄的话 可以是天真烂漫 甚至有些顽皮 但是的话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你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 一定要参照包工日后 他的身份和他的性格 他是一个清正联名 正义的一个品格 还有他是一代名臣 这样一个身份 所以的话 一定不能把这个人物 塑造成一个小人物 他年龄小 他并不是一个小人物 然后李翠鸿 我觉得直言不讳地想 今天您的表演 江湖气太重了 人物塑造有点小了 这是我的感觉 谢谢 接下来呢 就到我们现场的 500位大众评审 打分的时刻了 请大家做好准备 首先我们来为 这一组的一号选手 李翠鸿来打分 请打分 323分 下面有请500位大众评审 为我们的二号选手 刘俊霞请打分 刘俊霞352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位选手 场外的支持率情况 李翠鸿加上20分 刘俊霞加上30分 看一下两轮过后 两位选手的得分情况 李翠鸿343分 刘俊霞382分 暂时领先 请三位评委老师来投票 每人50分 刘俊霞加上50分 刘俊霞再加50分 刘俊霞最后得分 李翠鸿343分 刘俊霞532分 祝贺刘俊霞 进入下一轮 接下来是我们今晚 现场幸运观众的 抽奖时间了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来 让我们大家一起 五秒钟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点 九排十八号 谢谢大家来到 李翠鸿的现场 和我们一起 雷向中国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南部有早晚两包幸福康 轻松治疗性育病 特约郭叔 马上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热心观众 他们是 黎元相伴十七年 友情之时永不变 欢迎黎元春的老朋友 调出好味道 大乔鸡丁的朋友们 只多一点点 效果大不同 欢迎来自 湖北三宁化工 储村有些公司 三宁金泰能消极肥 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油酸高一点 心脑好一点 欢迎来自 河南省齐花市 由全国各地的 经销商朋友们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的 朋友们 老人选鞋有绝跳 专模装款柴火脚 选对老人鞋 就穿五级线 欢迎来自 五级线老人鞋品牌的 代理商朋友们 孟祥银带出好运来 中国成名品牌 孟祥银 全国各地的 加盟商朋友们 再次响声 欢迎大家 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军满第二个比赛 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舞台上还有三张 进军年终总决赛的通行证 究竟会花落谁家 待会儿我们在第一轮中胜出的四位选手 将在我们的舞台上进行第二轮的角逐 我们掌声有请我们在第一轮中胜出的四位选手 离我们的总决赛只有一步之遥了 三张通行证四位选手 究竟谁能够最终胜出 我们先用掌声 为他们加油 我不是二百五 心里也不好 我不是二百五 天前三 消场越白越红火 可喜相向 在大的树先离不开 在桌下这块地 半空上这片天啊 消场越南 梁山峰 心酸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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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两脚 心肚 若穿 一生 花结了 心中有万 一生 年春散 你 心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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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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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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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似的吃了宝货 宝宋云 看起来 杨家将的围房不知 终于将了 宫女将 什么的百万顺利 万三不中三军 三军 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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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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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里 天气 这些贱 neck 走 今晚一遍天皇 在大宋 大宋 大宋 至今不至乎 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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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的江 我觉得在第二个比赛中 我们的四位选手 应该说都发挥出了 甚至超出了自己平常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进还是去 能够通过比赛 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 不断地增强自己的信心 你们都是胜利者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选手 真的很棒啊 该纠结的是我们的评审了 首先邀请我们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 来为四位选手来打分了 按照他们的顺序 首先为我们的一号选手石川良 请打分 石川良得到了382分 接下来为我们的徐宏开头叫 十大分 现场观众为徐宏开打了289分 接下来为我们的三号选手 蒋芳芳请打分 蒋芳芳得到了321分 最后我们为刘俊霞投票请打分 现场观众为刘俊霞打了357分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排名 好 目前石川良382分 徐宏开289分 蒋芳芳321分 刘俊霞357分 徐宏开暂时落后 这还有就是最后的结果 在我们的专家评审投票之前 我们先来听一下 现场观众的预判 漂亮 我们来采访一位观众 你好 认识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张梦杰 来自河南洛河 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 一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 咱们黎原村是94年开播 我是93年生人 所以可以说 我是从小看着 咱们黎原村长大的 我去年光在剧场里面 就看了70多场演出 从我们国粹精剧 玉剧 曲剧 乐调 黄梅戏等等各种 你像我们这个金布焕评委老师 9月份的时候 在长安大区院演了三场 我都去看了 所以都说现在年轻人 不喜欢戏曲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们广大年轻人 能够去接触戏曲 能够去走进剧场 能够去感受戏曲的魅力 我相信他们能够在 是叉子烟红的戏曲百花园当中 发现他们钟爱的那一朵 并且为之沉醉 那你看台上 我们有四位选手 来行使你观众评审的权利 告诉大家 你更钟爱哪一位选手 因为我非常喜欢 贾文龙老师的戏 所以石传良 他唱的把贾文龙老师 唱腔的那种高亢求劲 韵味醇厚 都唱出来了 所以 论就是这四位选手 唱段的话 我是最喜欢石传良的 谢谢 感谢我们的博士 谢谢 你最终谁能够晋级总决赛呢 把时间交给舞台 四位选手 三张进军总决赛的风行证 究竟花落谁家 马上就给大家揭晓 我们首先请金不幻评委投票 你可以选择三位 你认为哪三位 能够进入我们的总决赛 石传良加上五十分 第二位 第二票 投给哪位选手 刘俊霞加上五十分 最后一票 蒋芳芳加上五十分 吴琼老师 石传良加上五十分 徐鸿开加上五十分 大家支持哪位选手 可以大声喊出他的名字 刘俊霞加上五十分 目前场上得分情况 石传良四百八十二分 刘俊霞四百五十七分 蒋芳芳三百七十一分 徐鸿开三百三十九分 这是排序 我们最后一位 艾南评委 我觉得今天的观众 挺有水平的 我打分的话 遵从观众的意见 来 最高的 大家喊出名字来 石传良 石传良先加五十分 第二位 刘俊霞 刘俊霞 最后一票 蒋芳芳 蒋芳芳 最后得分 石传良五百三十二分 刘俊霞五百零七分 蒋芳芳四百二十一分 徐鸿开三百三十九分 我们祝贺石传良 刘俊霞 蒋芳芳 来 我们有请三位 行程走上五台 与我们的三位获胜者 颁发进军总结赛的 风秦霞 祝贺他们 祝贺 很期待着你们在总决赛中 赛出更好的成绩 亲爱的朋友们 到本期 雷指2018 狼牌特区杯 黎元春 雷响中国 善儿组和成人组 晋军总决赛的选手 已经全部产生了 究竟谁能够 冲死年度总冠军 让我们黎元春 雷响中国总决赛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再见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赛